看过动漫史莱姆的朋友 离摩鲁初见到暴风龙维鲁德拉时 维鲁德拉自我介绍 是世界仅存四头龙种之一 龙种是最高级圣魔灵 最高等的精神生病体 所谓天灾即 在魔力、魔术量、物理力量 强忍度都是世界顶点 身为完整个体的龙种 并没有圣殖能力 虽然会失去之前的人格 但无论肉身毁灭多少次 都会因为精神聚集而在世界的某处复活 龙种他们互相称呼兄弟姐妹 但从生物学角度来看 他们是与血缘无关 接下来的内容会有剧透部分 如果你不介意可以继续地观看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 还有开启小铃铛 未来你会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 新王龙维尔达纳瓦 他是最古老的龙种 在遥远的过去 他正在观察自己创造的世界 在这期间 他创造了陆地海洋 造成了世界万物 世界开始照着他所预想的那样 慢慢地运转 又过了一段时间 他开始觉得无聊 因为他知晓一切 因为世界是他创造 所以他不再有任何感受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无聊 他放弃全能的自己 骗着世界的规矩 再将自己变为龙种 这一刻就是新王龙维尔达纳瓦诞生 后来世界的人类开始变得贪婪和暴动 为了避免人类自相残杀而灭亡 于是要延出智宏起义 成为魔王 防止人类过度自相残杀 还有维持世界的平衡 后来他和徒弟 卢德拉的妹妹相爱 他们有了自己的后代 而那个孩子就是米利姆 而新王龙违反了自己所创造的规矩 这使得他部分力量转移给了米利姆 新王龙用圣女力量孕育出一头 如同自己分身的小龙 名为盖亚 自己则因为违反了世界的规定 失去了龙种的身份 之后 维尔达纳瓦一路西亚时一大魔法之下 他的分身盖亚 原本是作为新王龙转身的龙气 但却遭到 长尔族超魔导大国杀害 这一语纯的行为 激怒了米利姆 米利姆在愤怒之下 消灭了古代魔法王国 直接导致米利姆 暴走成为第二位正魔王 白兵龙 维尔萨泽 是四大龙种 第二元老的龙 他是维尔格林和维尔德拉的姐姐 他也是元出之虹奇异的伙伴 他在人形态 是一名高中色外表的女性 他看起来是一位美丽的白发女孩 他有纯白色的皮肤 蓝色的眼睛和白色的嘴唇 他曾经和元出之虹奇异交战 后来维尔萨泽抵不过他 他被奇异所吸引 也是打败之后一直待在他身边 他羡慕着其他人能够跟在心爱的人的身边 自己却要跟奇异一旁监视他 他不要承认自己其实已经爱上奇异 这种少女情节我们确实很难懂 他对暴风龙维尔德拉十分严厉 因为维尔德拉就好像屁海 经常到处惹是生非 而战后的那个人就是维尔萨泽 他一直戏弄和折磨自己的两个小兄弟姐妹 并且还喜欢以大姐姐的身份来主导地位 尽管他们在外面做了很过分的事情 但他心里还是确实爱着他们 担心他们 正如维尔萨泽有说过 如果维尔德拉和维尔格林被人杀掉 维尔萨泽会采取行动替他们报仇 在漫画《第76话》中他第一次登场 这时的魔王会议中的对象是利姆鲁 而利姆鲁所在 修拉大森林本来是暴风龙地盘 这从两年前暴风龙突然消失之后 现在又突然出现了实在是非常的可疑 原初之王奇异 怀疑利姆鲁和暴风龙有关系 暴风龙再次的出现让雷安感到震惊 因为暴风龙的死力和奇异同等的存在 而还有一个人也感兴趣 是谁释放了暴风龙 那个人就是白冰龙维尔萨泽 他想多了解关心一下自己的弟弟 他知道当时暴风龙困在无限老医中 但他没打算去救他 而是打算让他关在里面受教训一轮先 他知道龙总是不会那么容易死亡 所以趁这个机会惩罚他 现在暴风龙被释放出来却没有大闹一场 他感兴趣是谁可以将暴风龙驯服 卓 乐 龙 维尔格林 人行时身穿旗袍 他看起来有像天蓝色头发的美丽女孩 他非常聪明并且不断训练自己 他能够非常有效控制自己的强大力量 光是释放猛力周围的火山 原将就会喷发 他能够迅速思考战术 就是因为他独特的思考能力 才给快速的制服暴风龙 他有自己的目标 就是要几百言出之虹其仪 他一直以这个目标前进不断努力 他对自己的能力非常有自信 但他会拿捏着自信挥过头 因为当他意识到 要从李木鲁夺回暴风龙有点难度 所以他还是对李木鲁有所保留 在和李木鲁战斗中 他被李木鲁忽裂 他感到很生气 暴风龙维尔德拉和佐热龙维尔格林 有身后的姐弟关系 据说维尔格林和姐姐维尔萨哲 在暴风龙出生时就一直抚养最佳的弟弟 暴风龙维尔德拉 由于三百年前的某件事情 暴风龙摧毁人类城市 并来袭击魔王鲁明纳斯的帝国 随后他被派遣的英雄击败 后来被英雄困在无限牢狱中 于是他过着无聊的生活了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渺小的史莱姆 他开始和史莱姆交谈 而那个史莱姆就是利姆路 他们成为朋友之后 暴风龙同意李木鲁的计划 直言被李木鲁吞了为代理解析 有朝一日会把他从无限牢狱中释放出来 在李木鲁进行冒险期间 暴风龙在李木鲁的储存空间待了一年 他通过李木鲁在前世日本的回忆来打发时间 并喜欢漫画和动漫 最终在李木鲁成为魔王后 顺利解析完成并破解无限牢狱重获自由 以李木鲁制造的强化分身作为平一体 而能以人类的姿态活动 变成人形形态的他 外貌是身高近两米 合乎近法 散发着强雄心魅力的劫持男孩 十分害怕自己的大姐 维尔萨泽 主要是由于每次到处了事实 总被对方痛殴 反倒是二姐维尔格林对他较为溺爱 常常为了劝导维尔萨泽 以对话沟通代替菩萨而争吵 最后一位 弟弟龙 盖亚 盖亚起源于新王龙 在新王龙去世后 他重生盖亚 成为了米利姆的宠物龙 但最后却被长耳族杀害 之后虽然在死亡的状态下 依然跟着米利姆同步进化 但却化身为没有意思 邪恶的混沌龙 最后被米利姆亲手封印 米利姆与幽龙在幼年时 经历了一场悲剧 但后来尼姆鲁得知此事后 他打算将这悲剧 变成一个圆满的发展 在解决完眼前的事情后 尼姆鲁用自己的方法将幽龙复活 并为他取名字 名为维鲁盖亚 又赐以他弟弟龙称号 就这样去新王龙死亡后 世界上剩下三只龙种 但在弟弟龙维鲁盖亚诞生后 再次恢复到四大龙种 以上就是 世界上剩下的四大龙种相关事件 你们对龙种的说法 有什么看法呢 你们还想了解 这世界的什么相关消息呢 就比如 想看其他种族介绍 还是你有喜欢的某物 想要我解说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讨论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记得点赞还有分享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拜拜